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我们到底下载的这个买卖资料是什么 下载了以后 它会放在这里 首先就是点选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下载 你可以发现你有一个最上面 我这边是按照修改日期排列 就可以发现 有下载了买卖这个资料 好这是你抓下来的那个时间 所以这不太重要 反正就是这刚刚你下载的 所以接下来 2020-20803买卖 滑鼠右键 然后解压缩 然后接下来呢 就麻烦请你们完成解压缩之后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有这个11个档案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你先做几压缩就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XLSX 好那再接下来那当然一年它整理一个档案 那这边是不是到101到111年 所以就11个档案在这里 好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如果用以上来去做这件大数据分析 是不是就要先把101年的资料打开 然后再把102年的资料 整个打开之后全选复制 然后贴到101年的下面 依此类推对不对 这个叫做合并 这个叫英文上面叫Union 但是我们大数据分析 一键搞定 就已经变成你不要再去做这些 涂法炼钢的复制贴赏的动作了 好这等一下我再教 但是以色列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 不可以拿以色列档案做大数据分析 好那如果你要成功做到这件事情 要麻烦起你们 一定要手动做 全部把它存成 另存成CSV 所以我的做法 等一下你们全部都要这样做 我先全部打开 开启 就一个一个档案都开启 各位都会另存成CSV吧 那为什么一定要请你们做这件事 一定要做 因为真的 很多人给我的档案都是以色列档案 这个是非常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标题列 它会产生变动 所以请你们 现在这个是 等一下它还在开 为什么会很慢 是因为档案很大 你要知道说光桃园市的那个不动成买卖 为什么一年一个档案 假设你把10年的资料 都想要放在一个以色列档案里面 是不是就不能放 因为以色列有那个列数的限制 好然后当然第一件事情 这11个档案 你都要做相同动作 好档案另存 留线 存在相同的位置 只是请你把付档名改成CSV 然后储存 确定 是 然后这一个 现在这一个原本开的这个档案 就直接关掉 不要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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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这个档案都放在来 就像那样 我会把这个档案都放在来 我会把这个档案都放在来 感谢观看